新一代又来了 华为MatePad 11 2023款 鸿蒙OS 3.1 给你Multitas到够够里 华为笔记加M Pencil都会利用 学生学习生气 哈 有没有Google 我真的觉得我看想过很多台MatePad 新一代又来了 华为MatePad 11 这个是2023款 所以3月份的时候 华为就在中国发布了几台 你们已经懂了手机 比如华为P60系列 还有MateX3折叠机 也有几个你们可能不懂的 就是Watch Ultimate最贵手表 还有这个FreeBuds 5水滴型耳机 当然还有这一台MatePad 11 也是一起发布的 那这个新一代到底有什么升级 是什么人买多少钱呢 那这个影片就会讲啦 很像卖关子 OK 开始 OK 来 现在给你们看看外形先 这个星光沙工艺 我觉得跟去年的MatePad Pro很像 很低调的bling来的 光线下去是会有珠光的样子的 像我拿到这个版本很明显是黑色啦 但是它摸上去 整个手感是很细腻 而且不容易沾指纹 它不沾指纹 但是它沾油 所以你要确保你的手指没有油 不然摸上去就是这样 这2023的MatePad 11跟2022的MatePad 11 差别在哪里呢 就在镜头 去年的MatePad Pro 11是一个大圆形 今年的就是左圆形 而且镜头的周围还有一圈好像宇宙星环的金属圆环围住 就比较好认了啦 中框是金属中框 跟机身一样颜色 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弧形 握起来不割手之鱼 它很顺庭 顶部是营养间加可以拿来吸住M Pencil用的MatePad接口 底部三个点就是拿来Connect键盘的啦 左右两边哦 你看到吗 一共四组喇叭 看这个洞就知道这个喇叭不小了的啦 听讲最高是可以到79dB的强度 给你们听下 OK 来到屏幕的部分 这个MatePad 11 2023是业界第一款拿到莱茵 什么了啊 无反射认真跟SGS第一视觉疲劳竞标的平板 你开等我都飞不到 Screen Size 11吋2.5K IPS屏幕 PPI达到275 比iPad Air还要高了的啦 支持120Hz刷新率 SRGB跟P3广色域 这边要特别提一下MatePad 11 2023其实它是有两个版本的 一个就是我拿着了 普通版本 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质感柔光屏版本 简单来讲就是比较互眼还有反光比较少的 看起来就很像纸张的那个屏幕质感 就是对眼睛比较好的一个屏幕啦 但是Malaysia目前只有只有一个普通版本 那个质感柔光屏不懂有没有筋啦 希望 可能购入一点 不懂 So 这次MatePad 11 2023最大的升级 我觉得还是在系统上面 鸿蒙OS 3.1 上面的新升级功能真的系别好用 第一个智慧多窗 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啦 给你Multitas到够够里 你一边上网一边做东西 一边用Calkulator 还可以一边找照片 同时间可以做最多四个东西 签手关系都不够我忙 第二超级终端 平板手机电脑全部可以陷在一起用 一个button就可以把手机的东西拖去平板 根本不需要拿起手机是很方便的东西来的 第三 PC级别的WPS真的很好用的哦 那不懂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电脑上面用的WPS 永远都比手机平板上面用的WPS更多功能的哦 像MatePad 11有了PC级的WPS之后呢 配上一个键盘 直接变成了一个小PC 你平时在电脑WPS怎样用 在平板现在就怎样用啊 比如各种功能 窗口随处悬停 窗口自由缩放多窗口操作 电属交互 而且还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表格 第四 华为笔记加M Pencil的威力啦 一个平板加一支笔 是真的可以做到很多东西的 堪称学生学习生气 你们给你们不知道 这一支呢 就是M Pencil 2.0 来到第二代了啦 怕你们不知道 它盒子里面呢 是有附送多一个笔头可以换的 所以一共有两个头 一个是透明的 一个是白色的 白色摩擦感比较强 很适合拿来写字 体验感会比较好 透明的就很滑啦 用久了也不会累的那一种 你们就看看情况是用什么 我就记得换啦 这边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很激动的小事 就是苹果之前不是给 Apple Pencil 2.0 更新了一个叫做 笔尖悬停的功能 一开始我以为iPad Air上面也会有 我就马上去试 结果我发现 就有这iPad Pro上面 最新的那个iPad Pro啊 才有 但是华为二话不说的 就给这个M Pencil 2.0 更新了这个笔尖悬停功能 而且很多老款基金都支持 当然我这个Mapad 11也有啦 那笔尖选择有什么用呢 当初Apple做这个功能就是为了画画的时候用的 它可以感应到笔尖的位置 倾斜度和高度 通过人工算法在你下笔之前预判笔尖的位置 简单讲就是提早预判你要下笔的点 然后形成一个投影 完成人机的一个交互 像是Mapad 身上用的话 你看我笔尖是没有碰到平板啊 动来动去哦 会有这个光影效果的哦 我的笔尖就好像光源 就好像在帮这个logo打灯 同样在选择false的情况下 因为悬停的关系 平板在预判我会点击哪一个啦 是不是觉得很有用勒 我从此学会了打灯 没有啦 其实这个功能正确是使用在画画上面的 So这个M Pencil来到第二代了啦 我觉得它的写字手感其实都已经是很顺畅好的啦 我前面也是有讲过了的 你可以用笔 highlight你想要的内容 然后拖过去一个Beat Notes那边 如果是照片后的logo也是一样 会自动识别变成文字 这个时候你想要做笔记 就可以这样直接画图做marking啦 写错了 哎呀 长按屏幕就变成eraser了咯 一mark就可以 录音的话 按右上角Mark Logo就可以直接录音 星期五的时候咧 就跟两个吃饭 吃完饭之后我们就要去 以后你可以开回来 一边看诺记边听录音 学习的记忆 全部摸摸啦 阿爸把他先翻摔了啦 不要用Pencil的时候就stick在机身上面 我觉得要粘到很紧一下 这个OK 第五 中转站 这个功能我记得我之前也是讲过 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 很有用 它就像一个storeroom 给你暂时存放东西 看到想要用的照片 你就select起来 drag去中转站 然后打开你的WeChat 从中转站把东西拿回出来 你就send回出去了啦 而且哦 你就算没有清理 你每天起床 中转站的东西还在的哦 一直有用到的文件照片放在这边 真的可以省很多时间 第六 谢谢WiFi 其实平时你带平板出去哦 要么你就是连外面的那种 public wifi 不然你就要自己从手机 personal hotspot给这个平板 其实很麻烦 Mepad 11跟手机连接之后呢 可以把手机的data 接给平板啦 是接啊 这样平板呢 就可以不用靠WiFi 就直接上网 send message 打电话等等啦 电池方面 7250A 充电速度是22.5W 虽然充电速度真的不是说很快啦 因为就中规中矩 但是现在7000多电池是真的很耐电的 我就拿它来看了2个小时的闪烫 它的电池也只是掉了18% 我觉得算是OK过关的 最后的最后 我找到你们一定想问我 它有没有Google Hello friend 人家用AppGallery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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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啦 里面依然可以带路到各种的Google类的App啦 比如说Gmail啊 Google Meet啊 YouTube这一些的 所以你不要再问它到底有没有Google这样子的东西啊 没有 价钱 那这一台Mepad 112023 在马来西亚只有一个价钱 2000块不到 1799 6加128的存储组合 反正我就觉得这一台Mepad 里面的那些功能哦 是真的很实用一下的 就很适合 很可以满足到只要MultiTax 或者是可以快速完成工作的人 好啦 今天的Mepad 112023开箱就到这边点树 下一次想看我开什么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